大家好 我是石超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涛歌坎电影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韩国影片《辩护人》 韩国影片《辩护人》在国内应该有过播放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片子 非常具有中国意义 中国现实社会环境当中的特色的片子 但它反映的却是韩国历史当中的一段经历 这段经历当中描写着一个具体的 原来曾经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律师 透过现实环境当中的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冲击 秉承着他自身当中内心中人性的坚守 人性的坚守是他尚存做人的基本道义 在这点上他一步走来走到最后成为了一个维权律师 以至于当韩国摆脱了独裁的军政权的统治之后 进入了民主社会之后 那这个电影当中的维权律师的原型成为了一届韩国总统 他最具有的中国现实社会环境的意义 就是他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律师走入了维权律师 从如何从一个维权律师被独裁的体制关到了监狱 以至最后走上街头进行抗争 抗争的一切为了人的尊严 为了道德的坚守 为了人性的复苏 那想收看涛歌坎电影当中 如何跟大家分享我个人对辩护人的这种看法 理解和认识呢 那你就看涛歌坎电影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我在不同的节目当中 一再强调 让子丹飞当中的杀人弯心 杀人弯心 假的这个马县长 假的张麻子 真正的蔡厄将军的手枪队队长 江文 要树立一法治国一县治国 作为地方势力 黄四郎派出他的人马 胡啊 你不是一法治国一法治县吗 他就来了 来了之后怎么着了呢 就把小六子杀了 诬告小六子 但是要凭证据说话 对不对 法律得凭证据 那两粉吃肚子里头怎么凭证据呢 就是欺负这个小六子一根筋 小六子没读过书 没文化 乃狭义之人 所以当他被诬告的时候 他拿刀子把肚子抛开 说我这拿了一碗面条 我就吃了一碗两粉 那黄四郎代表的是魔鬼 你靠人的义气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你认不清他 你死定了 那你不砸烂那个制度 你死定了 所以我个人的说法 今天现在的一切 杀人弯心 就是在演着杀人弯心的事 在现实 在网络中 有人就是那胡万 有人是那小六子 有人杀了人 弯了对方的心 他在过程中 对吧 他在过程中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县长 他不敢拿枪杀了胡万 他杀完胡万 那就全完了 这一法治国 一先治国就全完了 你信就信 听懂就听 听不懂就算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我刚才对比了 江文演的角色 就是今天的主政者 葛优跟刘嘉玲演的 一男一女 就是今天上上下下的官 黄四郎周润发演的角色 就是今天的江家帮江泽民 老百姓就是老百姓 他营造了整个的体制 所以当他不砸烂这个体制的时候 2010年拍的让子弹飞 江文看不见能砸掉这个制度 所以自己骑着马一个人奔普通了 隔几个抱着女人走了 那今天你看他等到 一步之遥的时候说什么 开幕就说变天了 变得被绞了 改革一死 只能变天 今天就在过程中 考验着每一个人的做人的道理 习近平日前有动作 去了第16集团军 那最新的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 那习近平视察了第16集团军 强调彻底肃清徐蔡后案件的影响 那今年已经有38名军级老虎落马 内容比较简单了 他那习近平本来呢 就去了那边了 去那边的时候据说在 还有坦克都出来 什么T-99坦克都出来 那他去视察中国跟朝鲜之间的边界 到沿边去了 然后当时最开始的报道说 从16集团军门口过 没进去 说怕有危险 结果没过几个小时呢 他进去了 建了这些建了16集团军的军人 那16集团军呢 是徐蔡后的看家的军队 就相当于当年14集团军 他到云南去看14集团军的概念一样 14集团军是这个薄熙来的 是薄熙来他爸创立起来的 所以当他进入16集团军的时候 他的意思就是这件事情搞定了 徐蔡后的上上下下的事情搞定 他是一种表态 权力的表态 一种震慑 对外头没用 对的是今天能够要习近平命的人 去做的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与此同时 那律师这件事情呢 也是在互联网当中现在最热的一个 那这件事情在我的节目当中说过 我说其实表现出来的手法做法 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的政法委的手法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疑惑和思考的事情 德国之声的报道直接讲可以听见法西斯化的警笛 对律师的做法就是法西斯的做法 他是这么描绘的 那共产党比法西斯很多了 他引述的苹果日报的报道讲 律师作为专业支撑着无冕之王们 警方对律师大规模搜捕 就是严重的倒退和反动行为 我觉得根本没有什么倒退和反动 共产党在 就不可能一法治国一法治县 这是从这个2014年四中全会之后 我明确跟大家说的 那文章介绍说 取消律师职能往往是法西斯化的开始 人们已经意识到没有律师 人们将直接面对公权力的暴虐 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法治脸面 公安维持治安 怎么可以绑架 怎么可以撬门 是谁给他们任意抓人的权利 是谁颁布了抓捕维权律师的决策者 是谁在这场惹众怒的恶战中 浑水摸鱼 这不是天问 而是公民之问 这不是天问 而是公民之问 是 那苍天他知道是谁 老百姓不知道 对吧 但问的这几个问题 我觉得问的是相当倒位 就是这么回事 到底谁是决策者 到底谁是浑水摸鱼 到底谁给他们的权利 对吧 谁给他们的权利 所以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过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吧 这个过程当中 律师被抓 20个外国人被驱逐 和江泽民被告 法广同时另外一篇文章 外籍游客和维权律师认罪探秘 那这里他讲的外国游客 那20个外国人说 看涉嫌恐怖的影片 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提到了 那实际那是假的 对吧 老外其实看的影片是成绩思汗 是英文的片子 那这里呢 他在国内的报道当中 也提到老外认罪了 老外根本没有认罪 我个人认为搞不好后面这老外开始告他们 而又提到律师也认罪了 那大家也说 律师认罪这是共产党的手法 那在我看来 这就提到了几件事情 对吧 律师认罪 老外认罪 那而里面栓的是什么 国家安全法 可是在这些涉及到法律的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更大的事情 今天是7月20号 1999年的7月20号 江泽民开始迫害镇压法轮功 在这之前的40天 成立了610办公室 那以政法委 政法委体制在这个过程当中 昌盛 那就在这天我们看到的报道 势头强劲 不畏阻力 控告江泽民人数已经超过8万 从5月底到7月16号 已经有8万2千两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和家属 给最高检察院和法院递告状了 7月10号到16号一周超过了2万2千人 递诉状状告江泽民 那我跟大家讲过 这里包括最早的维权律师 高之胜律师的太太耿和和一双儿女 这里包括最早的国内著名的维权律师 郭国听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真实 在我的眼睛里最真实的一面 三件事情是一件事情 律师被抓 20个外国人被驱除出境 状告江泽民 这里面都拴在了国家安全法这上 今天就到最后算总账的时候 因为人家玩命玩到这份上 大家打到这份上 而对于这一次受到影响的 维权律师的一些家属和本人呢 丝毫不退却 完全是死磕 法广的报道 北京被捕的律师谢燕毅之妻 袁珊珊 无谓状告官媒记者不识指控 这是太太 那谢燕毅呢 是非常有名的维权律师 其实她在维权过程中 也曾经替法轮功学员打过很多官司 咱说白了吧 八万多名状告江泽民的壮子 今天有人握有权力的人 以这种视死如归的态度 要阻止这些维权律师 去接将诉讼江泽民的壮子的案子 关键在这儿 其他都是假的 而用的罪名是另外的罪名 黄四郎 要给江泽民下马威 杀了小六子是他义子 而并没说 他把这个喊冤的鼓拿出来是错的 而是说小六子多吃了一碗凉粉 这里说他们律师是嫖娼 非正常男女关系 我跟你说那些人不是人 为什么你要跟他说人话呢 那律师们肯定不干就死磕吗 律师冯延强说 如果我禁声不说话 警察魔鬼都看不起我 他明确讲 今天的中共的体制就像魔鬼一样 所以我跟大家说 今天是斩妖除魔的阶段 那魔鬼老有本事了 把这么多人都毁了 他没本事吗 绝对有的 所以这个过程是给今天看着的朋友 有机会树立自己尊严的过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